第361章 和谁一起二对二 而藏龙湖中的杨青 在破解了方众的冰岩之后 抓紧时机释放了自己下一个法术 滚滚太阴真水清泄而下 仿佛山洪爆发一般 却是杨青将自己原先学自云水洞的法术 山洪咒改良后得出的太阴山洪咒 原理相似 都是将自身法力尽数爆发出来 必全力于一击 杨青对于自身弱点看得很清楚 他斗法经验不足 对于法术操纵也谈不上德心应手 所以他现在掌握的两个法术 太阴山洪咒和万物由心太阴咒 都不是需要精确操作的法术 而且上手就用权力 以最快速度结束战斗击倒对手 时间越短 出手越少 他犯错的几率也就越低 因为经验和技术上的缺陷 被敌人抓住机会的可能性 也就越小 可怜啊 方仲被破去最强的冰岩之术后 好不容易回过神来准备重整旗鼓 却迎头被山洪爆发一样的太阴真水 浇了个透心凉 若非藏龙湖尽致的保护 他整个人都会被太阴真水吞没 被其中法力化为乌有 但即便如此 方仲也狼狈不堪 已经被太阴真水伤了根基 连丹顶都受到损伤 甚至有可能影响到日后结丹 曹伟冷冷地看着林峰 你可真是好演技啊 刚才是故意示弱 又我入骨的吧 想你也算堂堂一宗之主 竟然还要玩这种小手段 不怕一笑大方吗 林峰淡然一笑 本座从始至终都认为 自己的弟子必然可以胜出啊 某些人自己没有眼力 主动提出赌局 现在自取其辱 输了想不认账吗 到底是谁一笑大方 曹伟盯着他看了半赏后 才冷冷说道 愿赌服输 我既然敢赌 自然就敢认 他一挥手 天空中冰雾里 整整一百滴风铃冰露飞出来 落在林峰面前 林峰刨袖一卷 就将风铃冰露全部收走 而曹伟那边的冰露里 就只剩寥寥几滴了 杨青出了藏龙湖 脸色有些苍白 回到林峰身边 攻身行礼 弟子定不辱命 林峰笑道 就像为师之前跟你说过的 你要时刻记住 你其实很强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但改变不了你很强大这个结果 而你需要做的 就是让自己越来越强 杨青也笑了起来 点点头 弟子一定会加倍努力 林峰摆摆手 哎 先休息去吧 你这次可还有额外收获哦 杨青笑了笑 转头看向其他人 小不点和朱毅都笑着点头 汪林一贯冷漠的脸上 也露出几分笑容 月红颜更是冲他竖起了大拇指 笑咽如花 杨青常常出了一口气 心中对自己说道 我更努力 之后的比试继续进行 比较引人注目的便是石少前 此子确实有骄傲的资本 面对紫霄道经历雷杰考验的修士 也能举重若轻 战而胜之 并让人感到他明显留有余力 一套大秦皇朝 皇室秘传的赤龙帝书道法 被石少前修炼的颇有心得 威力无穷 玄门天宗众人见了 也都心中微微凛然 林峰缓缓说道 世人皆知 大洲皇朝近些年来越发强势 势力不停扩张 但其实 大秦皇朝的实力 也不可小觑啊 虽然因为内部各势力 彻脸轻轻压的缘故被拖了后腿 但仍然是神州浩土最顶尖的存在之一 其中道法颇有独到之处啊 哎 你们这次参加法会 若说对手 石星云和石少前便是首要人选了 在石少前下场后 轮到一名北戎修士和一名霍家修士对决 最终以那个名叫扎木则罗的北戎汉子胜出而告终 扎木则罗出了藏龙湖 望向脸色阴沉的霍尘 嗡声嗡气的说 不是只有你们才经历过足够多的生死搏杀 北地荒原比南疆更加凶险 小不点听了这话笑道 这个大哥子不错 我喜欢 其他人都玩耳一笑 连汪林也笑着摇头 岳红颜这时望着临风 师父 我去了 下一场便该是他上场了 不过岳红颜确实堪称铸击期赛事中 玄门天宗运气最差的人 第一轮 汪林 杨青全部轮空 而他要参加比试 而第二轮 他就碰上了日月剑宗的剑驴组合 岳红颜问道 师父 我是同三师兄一起 还是同五师弟一起 喂 都不是 临风摇了摇头 笑着朝诸葛风铃一指 你和他一起 岳红颜猛然瞪大了眼睛 小不点等人也是一片哗然 一起吃惊地看着临风 最轻压地 就莫过于诸葛风铃本人了 他呆呆地伸出手指 指了指自己的鼻尖 我 虽然没有真正交过手 但大家心里都差不多有底 知道筑基初期的诸葛风铃 真要与人斗法 其实并不在行 他本人也不热衷于战斗 修炼的道法与神通也不是很强大 这要让他和岳红颜一起上去 几乎不就等于是让岳红颜一个人 去面对日月剑宗双剑合璧了吗 周易目光闪过一分恍然 师父您提议 日月剑宗的修士可以双人参赛 进入八强胜出者 可以有两个名额进入黄海古界 其实为了救世等这一刻 通过这种方式 让我们把诸葛风铃带进去 林峰笑着点点头 小不点好奇道 可是为什么 他瞄了诸葛风铃一眼 带他又没什么用 若说是为了方便寻找宝物 我们把他那只小老鼠带上就是了 唯师当时之所以提议那么做 不仅仅是因为他还有其他缘故 林峰笑着说 寻找宝物 那只绝金鼠固然能帮上帮 但他本人同样可以发挥作用 诸葛风铃沉吟了一下 可是怎么保证我们一定会遇上日月剑宗的人呢 在不作弊的前提下 谁其实都没有办法保证一定会遇上日月剑宗的人 毕竟在日要剑宗的坚持下 日月剑宗虽然是组队参赛 但人数仍然是四人分为两组而不是八人四组 想要碰上的概率其实还是有限的 但林峰对自己门下弟子有充分的信心 除非运气不好 自家师兄弟提前相遇 否则汪林 玉红颜和杨青三人一起进八强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而日月剑宗的双剑合璧 某种程度上来说实力也值得信任 若是他们两组人也都闯入八强 那之后抽签相遇概率那就很大了 至于为什么要小不了他们带诸葛风铃一起进入荒海古界 林峰自然有他的原因 但却不足为外人道 因为天赋探测器这东西 只有他一个人能看到探测数据 所以也就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诸葛风铃这妮子 其他数据都稀松平常 唯独服员这一项高达九点 是一员实实在在的服匠 你看他平日里找到的诸多宝物 外表看起来好像是通过他那头绝金属 但其实跟他自己的高辅员脱不开关系 虽然这次有辅员满职的朱毅亲自出马 但就林峰所知 黄海古界范围很大 万一要分兵行动 再多这么一个高辅员的人物 还是能发挥用处的 退一万步来说 万一抽签始终抽不到日月剑宗的弟子 或者日月剑宗弟子不给力 八强之前全军覆没 那林峰也没什么损失 就当是走了一步贤旗 不过现在看来 自己的运气还算不错 月红颜抽签抽到了日月剑宗的门人 同时还是很关键的十六进八的比试 只要能战胜对方 就可以成功多获得一个名额 当然了 这一切都要建立在战胜对方的基础上 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362章 划水也要讲技术 林峰甚至都要庆幸 是月红颜抽到了这个签 带着诸葛风铃这样一个 只能在旁边划水的队友 跟一打二没什么分别 换了是杨青 林峰还真是有些不放心呢 汪林或者月红颜的话 这林峰心里就踏实多了 林峰一直激励杨青 告诉他 他其实很强 这不是忽悠人 是事实 但强这个概念 始终是相对而言的 要看参照物是谁 月红颜虽然还不是很明白 林峰为什么要让他带上诸葛风铃 不过在月红颜的字典里 从来就没有畏惧两个字 当即点点头 弟子这边去了 他转头看向诸葛风铃 站在我身后 保护好自己 诸葛风铃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一定 一定 他那头绝金属 没精打采的趴在他肩头 心灵传音给他 风铃 咱们不打行不行啊 月剑中的双剑合臂 可不是开玩笑的 行啊 怎么不行 你去和那位林前辈说说 他答应了就肯定行 诸葛风铃愁眉苦脸 绝金属小耳朵抖了抖 风铃 要不然 咱们还是找机会溜了吧 这样待下去 感觉好危险啊 诸葛风铃犹豫了一下 再看看再看看 至少这次要是能进荒海古剑 里面的好东西 应该很多吧 哦 你这是要钱不要命啊 绝金属仰天长叹 林峰目送他们两个人 进入了藏龙湖 心中笑道 就是要物尽其用才行啊 不能浪费嘛 是不是 其他人眼见玄门天宗 是月红颜和诸葛风铃处斩 都不由得愣住了 他们全以为月红颜的搭档 不是汪林 就是杨青呢 只不过 经过了方才杨青 干净利落的瞬间翻盘 现在所有人 都不敢轻视 玄门天宗出来的人了 都先静静观察 想要看看诸葛风铃 是不是也有什么出众之处 被所有人强势为观的 诸葛风铃心中暗骂 想死的心都有了 此女也是林宗主的亲传弟子 日要见尊 目光微微闪动 以她的修为 自然是一眼就把诸葛风铃的深浅看透了 林峰微笑着摇头 哈哈 并非如此 争取来说 此女只能算是 本座一个座下听讲的记名弟子 日要见尊一笑 方则曹宗主和林宗主打了个赌 折得我也心痒了 也想跟林宗主打个赌 不知林宗主意下如何 林峰笑道 哈哈哈哈 今天大家都和赌道尊学上了啊 石宗月 蓝亭道尊等人都面带微笑 诸葛光本人更是哈哈大笑 不以为无 反而有些沾沾自喜的模样 笑道 是你们把我也勾得心痒起来 才是真的 赌道尊莫惯 日要见尊微微笑着 看向林峰说道 我跟林宗主打的赌 自然也是赌门下弟子之间的胜负 我出的赌注 便是这个东西 林宗主不要嫌弃才好 他手指一弹 一道金光飞上半空 仿佛一个小太阳一样光芒万丈 日阳晶石 林峰盯着这个小太阳仔细看了一眼 分辨出来 日要见尊手笔不小呢 日阳晶石和辉月魂石 是日月剑宗出产的两大最宝贵资源 前者孕育了最纯粹的日光精华 而后者则收藏了最纯粹的月光精华 当今之时 日光精华最为充裕的两样奇珍 便是日阳晶石和太阳真火 但相较于真火的爆裂 日阳晶石中所蕴含的日光精华要柔和得多 更利于修真者吸收 一般情况下的日阳晶石 大多数只有米粒大小 但就是这么一点日阳晶石 其中蕴含的精气 就够筑基其修士修炼良久了 金丹其修士 想要将其中日光精华吸收干净 也需要不短时间 日要见尊拿来做赌注的这块日阳晶石 足有一尺见方 便是给元英其修士修炼 将其中日光精华全部吸收 石金上恐怕也要以年来做单位了 别管林峰出于什么目的 他提议日月建宗可以采取双人组合参加比试 日月建宗都是因此受益的 日要建尊会成他这份人情 所以提出赌约 火气也不大 只是单纯好奇林峰竟对月红颜如此有信心 敢让他以一敌二 林峰对于这一点也看得明白 所以他也不占日要建尊便宜 手一挥便是一块漆黑的精铁飞出 悬浮于半空之中 却是一块乌光玄铁 乌光玄铁乃天地间六大奇金之一 是炼制飞剑最好的材料 只要在祭炼飞剑时加入一两甚至是几钱 飞剑的强度立刻会上一个档次 更拥有不同于寻常剑气的特殊妙用 对于剑修来说 这实在是最珍贵不过的宝物了 这个赌注日要建尊也很满意 从价值上来说 双方赌注也大致相等了 林峰说道 仍和之前一样 本座赢到的奖励 全归参加比试的弟子本人所有 日要建尊点点头 理当如此 两家大佬这边敲定了赌约 那边 月红颜和诸葛风铃 也已经进入了藏龙湖 他们的对手同样也已经到位 是一对青年男女 神丸弃足 精神异异 同所有剑修一样 日月剑宗的修士 一个个也都是锐气逼人 不仅仅那男弟子李炳青如此 连那女弟子邹玉华 也像一柄出鞘利剑似的锋芒毕露 诸葛风铃进入了藏龙湖 不用月红颜多提想 一溜烟就先将自己隐藏于山水之间 他也是很想进黄海古界的 想要进去就要保证战胜眼前的对手 诸葛风铃对自己的定位就是 别当诸队友脱后腿就行 帮忙他是不指望了 别帮倒忙就可以了 这次比试 他就是包大腿求躺赢 大腿不够粗 那也没办法 对于他的这种行为 月红颜脸上反而露出赞许的神情 在书葛风铃消失后 他也不多废话 冲着李炳青邹玉华一抱拳 操起黑眼战己 直接就杀了上去 看见这一幕 李炳青和邹玉华 反而有些惊疑不定了 邹玉华迟疑地说道 那女的躲起来 是想要偷袭吗 李炳青说道 提高警惕 说不定他修炼的道法神通 是走无影无形 或者荣于自然的路子 兜法时专门偷袭暗算的 对于直来直去的月红颜 他们二人反而不大在意 并非是大义轻敌 而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对自身最起码有信心啊 李炳青一声长笑 展开师门敌传的日要剑道 一剑划出光芒大作 整个人仿佛化身一轮骄阳 万千道阳光般的剑光 便吵着玉红颜杀剧 而邹玉华 邹向后退了一步 展开月华剑道 整个人变得模糊不清 仿佛夜空中明月 被乌云遮掩了一般 只有点点纯白见光 偶露蒸容 他们这二人的组合 大多数时候都是 李炳青主公 邹玉华在一旁辅助 但其实 李炳青吸引对手 大部分注意力之后 突然杀出的邹玉华 往往能够造成更多的伤害 形成更致命的危险 这一次也是同样 只不过 邹玉华更多了几分小心 暗暗提防消失不见的诸葛风铃 以防其随时偷袭 他的做派 落在观战的其他人眼里 大部分人都暗暗点头 深以为然 觉得他老成持重 魏律胜 先防败 果然心思细腻 但这一幕 落在小不点他们眼里 却是笑得差点 让他们在地上打滚 围观的一众元神大佬们 也都不禁玩耳 林峰同样摇头失笑 果然呐 这滑水也是要讲技术的 他扭头看向日要见尊 日要见尊 接触到他的目光 苦笑着摇摇头 实敌不明啊 实敌不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 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六十三掌 光彩夺目 日月剑宗的这对情侣 其实陷入了一个思维误区之中 他们自身的组合 是李炳青日要剑道正面强攻硬打 而邹玉华的月光剑道隐秘一旁 或是为李炳青 查漏补缺 或是在李炳青吸引敌人注意力后 由他突然出手致命一击 他们平时的战斗 也是李炳青正面直接进攻 邹玉华隐藏起来寻找时机 偏偏月红颜和诸葛风铃两个人一上来的举动 和他们实在是太像了 以至于李炳青二人惯性思维 下意识的也以为对方和他们采用了相同的战术 所以两个人在应对月红颜攻势时 反倒最少分出一半注意力观察周围的风吹草动 以防诸葛风铃突然窜出来 抽朗子给他们来一下 虽然他们也知道 诸葛风铃只是助击初期的修为 但汪林和杨青的表现已经充分说明 这个玄门天宗弟子的实际战斗力 不能单纯以修为境界来判断 那么被他们如此郑重其事对待的那个人 刺客在干什么呢 山林之中 周葛风铃正盘膝坐于一株大树背后 尽量将自身气息全部收拢 他知道对方这两个人可都是助击后期修士 他只要稍微有一点动作 或者是有一点点法力波动流露 都会被发现 在诸葛风铃的认知中 二对二肯定是柿子先见软的捏呀 先把实力差的那个解决掉 再集中全力二打一 对付剩下那个较强的 所以非常有软柿子自觉的 诸葛风铃同志便小心翼翼把自己藏好 唯恐对方发现他以后 先把他给解决了 小金 我现在连气息都停了 整个人进入胎息状态 不散发一点法力 不散发一点敌 连体温都差不多全部锁住了 这样他们应该发现不了我了吧 诸葛风铃得意地通过心灵传音 跟他的绝金鼠说道 绝金鼠趴在他肩头 两只原本翘起的小耳朵也搭了下来 同样收敛自己的气息 接到诸葛风铃的心灵传音 他很严肃地说 请生 风铃 对方修为高过我们太多 容不得一点大意 我们最好连心灵传音也不要有 诸葛风铃也严肃起来 你说的有道理 是我答应了 说吧 他果然连跟绝金鼠的交流也掐断了 专心致志地 把自己假装成一块没有生命的山石 一段没有生机的朽木 这样一来 李炳青和邹玉华果然发现不了他 邹玉华有些烦躁 连最后一点感应也消失了 到底躲到哪里去了 可恨还要分心面对这个月红炎的攻击 否则让我一心一意地找 终究能把他给揪出来 藏龙湖外面 看着专心装死的诸葛风铃 再看着精神高度戒备紧张的日月剑宗双人组 小不点和吞吞已经笑作一团了 王林嘴角勾起一个糊涂 这也算无心插柳了吧 杨青乐乐地说 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牵制 是啊是啊 猪一转过身去 肩膀轻轻抖动 越来越多的人 明白了这其中真相 人群中响起了压抑已久的笑声 日月剑宗一群老祖和长老 望着虎口投射的光影 脸全都黑成了锅底 这两个笨蛋 日月剑宗一众羞势 此时都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几个猿鹰老祖真想冲进藏龙湖中 揪着李炳青和邹玉华的伊领儿告诉他们 两个白痴 被你们小心提防的那家伙 根本就是一个弱的不能再弱的菜鸟 而如此反衬之下 你们更是菜的不能再菜了 日要见尊的情绪倒是没什么变化 不过脸上的表情也是哭笑不得 让各位见笑了 其他原神大佬纷纷安慰他 哪里哪里啊 这是一时之间走入思维误区罢了 藏龙湖内 邹玉华还在费心寻找着诸葛风铃 李炳青那边却有些招架不住了 月红颜大喜翻飞 攻势越来越爆裂 整个人仿佛化作一团烈火 要将李炳青剑光所化的太阳也焚烧殆尽 邹玉华心情越发烦躁 不管了 你不出来 我们就先发挥二打一的优势 把眼前这个汗妞解决掉 功敌之必就 你的同门落败了 你一个人也翻不出什么风浪 看你还能不能这么沉得住气 一道月白色的皎洁剑光突然爆发出来 仿佛云破月来 邹玉华终于主动发起攻势了 驱动玉华剑道 同李炳青的日要剑道配合起来 一起攻向月红颜 李炳青的日要剑道催动了极致 无数剑光化作漫天光雨 倾盆而下 将月红颜前后左右全部封住 月红颜眉头轻轻一皱 敏锐地发现 在金色光雨之中 还夹杂着几道淡如云烟的白色剑光 白色剑光若隐若现 虽然只有不到十股 但是其中的杀伤力更让他心惊 尤其是夹杂在密如雨下的金色剑光中 方位不断变化 更是显得诡异莫测 使得威胁数十倍的放大 户外观战的人群 笑声已经完全停歇 所有人都凝神看着这一幕 心中暗道 日月双剑合并 果然威力强大 每一个筑机器修士 此刻都在扪心自问 若换了我身处如此攻势下 我能应付吗 仔细一想 结果却是大多数人都微微摇头 这时 他们都为之前针对李秉卿二人的嘲笑 而感到羞愧 日月剑宗众人则是扬眉吐气 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了骄傲的笑意 藏龙湖内 如此天罗地网般的必杀一击 巨大的压力竟然直接压得月红颜 胸腔里一口气不停乱转 就是吐不出来 脑海中死亡的阴影不断扩大 只是在如此重压之下 玉红颜的脸上反而浮起了一丝笑容 伴随着这一丝笑容 一股昂扬不屈的气概 激荡玉红颜的全身 仰天一声长笑 整个人凌空飞起 不退反进 正面迎向日月双剑的联合绞杀 我管你几个人哪 你来一个我打一个 来两个我打一双 黑雁战戟被月红颜舞动的密不透风 将倾盆暴雨般的金色剑光全部荡开 刚猛至极的大己 挥动之间却会偶然发生变化 变得无比轻巧灵动 划过道道玄奥的轨迹 组成一张大网 准确的将邹玉华诡异莫测的白色剑光 一一拦截下来 仿佛捕获一只又一只飞鸟 智刚和智柔两种击法 同时被月红颜视战出来 刚柔并济 以一人之力 硬生生接下了日月双剑的组合攻击 日月双剑 日要剑道走刚猛路子 月华剑道走阴柔路子 双剑合璧刚柔相合 而玉红颜则是独自一人 以一杆大己 同时坚固刚柔 丝毫不落下风 观战的北戎左贤王 双目金光大放赞叹道 以他当前的修为境界 真是不错呀 他转头看向林峰 连他这种元神大佬 都觉得眼前一亮 那就更别说其他人了 所有观战修士 目光都注视着 以一敌二的月红颜 此刻这个红发少女 那才是如日月当空一般 夺尽所有光彩 大秦皇族子弟十少前 看着月红颜 目放奇光 不停地点头 虽然引发众人赞叹 但月红颜 怎么可能一直 安于被动防守 他轻笑一声 周身放出团团 似风非风 似舞非雾的红色气团 闪动着射人心魄的红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 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十四章 以一敌二 观战的元神大佬们 都神色微动 无剑刚煞 无剑刚煞一出 月红颜 气势再次暴涨 红色刚风 同他自身 黑色气焰法力 融为一炉 化作红光 闪动的火焰风暴 煞气惊天 向着李炳青 邹玉华二人 反攻过去 之前虽然攻势被阻 但李炳青 和邹玉华并不担心 毕竟 他们是两人合力 达成僵持消耗战 肯定是他们法力上 占优势啊 最后 好也能把你月红颜 耗死 更何况 九宫之下 必有所失 他们也不相信 月红颜 一直不出现失误 但现在 月红颜 无剑刚煞一出 李炳青二人 脸色顿时变了 融合无剑刚煞之后 月红颜 法力无比凶暴 反压过来 以一敌二 结果竟然是 他们二人联手 有些吃不消了 不能留力了 否则人家一个人 就把我们收拾了 李炳青和邹玉华 对视一眼 虽然脸色有些难堪 但不妨碍 他们在第一时间 做出最正确的判断 两人同时慢声长吟 日月相合 阴阳交太 璀璨金黄的剑光 和柔和洁白的剑光 渐渐融合在一起 不分彼此 化为一股淡金色的明亮剑光 这剑光的力量 轰然暴涨 就如同火界风势一样 李炳青和邹玉华二人的 法力不停激荡 彼此促进 仿佛没有极限一样的增长起来 其中原理 倒与小不点的 无限风雷之术 有几分相似 观战的林峰缓缓点头 到了这一刻 日月剑宗双剑合璧之术 才发挥出真正的威力 两个筑击后期的修饰 合力之下 发挥出一加一大于二的力量 金丹初期修饰的实力 也不过如此了 而日月剑宗这种大宗门的 金丹期修饰 实力那自然不是寻常散修 可以媲美的 李炳青 邹玉华这一剑的力量 已经胜过当初月红颜 在行云峰上战胜过的 金丹初期修饰 王剑南的力量了 只不过 现在的月红颜 也远非当初可比 狂暴的无剑钢煞 跟月红颜自身 已经达到 筑击后期的法力 融合在一起 与他的黑暗战机顶端 化作巨大风暴 不停旋转 形成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 巨大的犀利 从中传出 仿佛这一方天地 都要塌陷进这个黑洞里 虚空破灭神枪 月红颜修炼八卦 诸天大道葬后 根据自己对道法的领悟 创造出来这样一门武道神通 现在 在结合了无剑钢煞的力量之后 更加不可阻挡 哪怕李秉卿二人双剑合璧 仍然不是对手 那达到金丹气修为的淡金色剑光 直接被虚空破灭神枪 搅得粉碎 面对着破裂空间的强悍一击 藏龙湖自动做出反应 替面无人色的李秉卿和邹玉华 挡下了月红颜这一枪 胜负也就此分明 月红颜以一敌二 立刻日月双剑 北丰海湖畔的这一战 月红颜彻底名扬天下 成为世人皆知的少年天才 年轻一辈心崛起的巨星 同时也再次向世人展示了 玄门天宗弟子的强悍 同境界斗法就是无敌 单挑无敌 一个打两个 仍然是无敌 现场观战众人 都用复杂的目光 看着自藏龙湖中出类的月红颜 红发少女本人却并不怎么兴奋 神色如常 只是在回到自家悬门天宗阵营后 向着林峰行了一礼 师父 林峰笑着点头 嗯 做得很好 月红颜一笑 原本有些冷然的面容 变得柔和了许多 小不点拍了拍诸葛风铃的肩膀 老七横秋的说 你干的也不赖 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 你不是故意的 诸葛风铃还有些莫名其妙 他之前一心收敛自身气息 唯恐对方发现自己 自然也就不可能去观察 李炳青邹玉华的动静 不过他人也乖巧 笑道 全靠红颜姐 这小马屁拍的啪啪响啊 事实上真要算起来 他年纪还比月红颜 稍微大一点呢 虽然你是打酱油的 但也算比较有技术含量的 打酱油了 林峰摇头失笑 心想 只不过是 红颜确实给力啊 最后的硬碰硬已经说明 就算没有诸葛风铃 引起对方自乱阵脚 红颜也确实 有一条二的能力啊 另一边 日要见尊 很有风度的孝道 林宗主门下高徒 果然不同凡响 说着 他愿赌服输 很干脆的将日阳经时 交给了林峰 林峰收下日阳经时 笑道 平心而论 也是本座那弟子自己的机缘 若没有无见刚上 胜负还在两可之间呢 日要见尊 摇头叹息 就算如此 也是一一敌二 那让我日月见宗 有些惭愧了 大秦安良王 石宗月 看了林峰一眼 缓缓说道 太阳真火 幽明邪黄 太阴真水 还有无间刚煞 林宗主门下 当真是藏龙卧虎呀 安良王过奖了 林峰微微一笑 并不得解释 很多时候 越是虚实相见 让对方看不透深浅 效果其实越好 林峰目光扫过一众大佬 忽然心中微动 因为他发现 天池宗主曹伟的视线 正落在小不点身上 目光沉静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似乎注意到林峰看了过来 草伟不动声色 将目光移开 望向藏龙湖 下一对要鄙视的弟子中 有他天池宗门人 林峰心中暗暗醋眉 这家伙 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下一场鄙视的双方 除了天池宗弟子以外 林义方正好也是日月剑宗的一对剑旅 林峰拍了拍 还在那里调侃诸葛风铃的小不点 笑骂他 臭小子 认真看 你们金丹器的比试中 日月剑宗也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 别怪为师没提醒你啊 日月剑宗 修饰境界越高 双剑合璧的威力就越大 不仅仅是因为个人实力增强了 也是因为剑旅相处的时间更长了 心意相通 默契更足 法力见光 融合的也更加完美 林峰指了指月红颜 红颜之前 其实就相当于是给你们汤雷去了 小不点摇头晃脑的笑道 放心吧师父 四师姐那场我可是认真看了的 他看向月红颜笑了 其实吧 对付日月剑宗的剑旅 最好的办法就是 始终是谋求各个击破 将他们拆散了 他们也就不足为虑了 四师姐肯定也明白这个道理 只是不愿意这么干罢了 月红颜微微一笑 没有说话 诚如小不点所言 他也知道 迂回攻势各个击破 其实是最佳方案 只是个人性格使然 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正面硬刚 就在师徒几个人谈话的功夫里 藏龙湖内的战斗 也已经进入了白热化 相较于之前玄门天宗这边 诸葛风陵划水 放着月红颜以一敌二 天池宗的二人组 明显要正经得多 除了正主以外 上来帮忙的同门修为也不弱 是一名之前在第一轮比试中 被遗憾淘汰的弟子 但此刻 藏龙湖内的主角不是他 也不是日月剑宗的那对剑吕 而是抽签抽到日月剑宗 做对手的那位天池宗弟子 日月双剑的攻势 倒有一多半是被此人揭下 实力在同级修士中算是出类拔萃了 说来巧合 这名天池宗弟子 同月红颜一样 也是女子 以林峰现在的修为 一眼便能看出 子女同月红颜一样 都还没有到双十年华 但却已经是筑籍后期的修士 道法天赋可以说是高得出奇了 堪称妖孽级别 我记得名字是叫刀玉婷 林峰想了想 心中突然一动 这个姓氏很少见啊 想到这里 林峰就朝大秦皇朝的阵营望过去 在队伍后方 站着一群中年修士 并非参加法会的少年英节 而是之前负责接待工作的大秦修士 林峰很容易 便在其中找到了刀志强 此刻的刀志强面色如常 望向藏龙湖投射光影的视线 和其他人一样 欣赏中带着赞叹 似乎只是在单纯观看 这场斗法比试 但心中已经有了猜想的林峰 仔细观察 就可以发现 刀志强的双拳正在微微颤抖 说明他此刻的心情绝不平静 只是这股激动被他强行压制住了 林峰心道 嘿 这就有意思了 就他所知 天池宗这个宗门行事 颇有几分霸道和协力 门规中有一条 斩俗园的规矩 此宗门大量搜罗天赋出众的幼童入门 孤儿还好说 但幼童若是有父母亲人 都会被该宗门暗中斩尽杀绝 若我所料不错 刀志强和那刀玉婷之间的关系 恐怕不简单啊 林峰脑海中瞬间转过了无数念头 可是他却躲过了天池宗的斩俗园 此人心性隐忍坚毅 恐怕不会安于现状 林峰留心观察了一下 就见刀玉婷跟刀志强之间 面容上果然有几分相似 只不过此刻的刀玉婷 神情冷丽 面无表情 虽然滋容秀美 但却全被肃杀之气所掩盖 两片嘴唇苍白如指 没有一丝血色 其道法修为 不仅胜过现在的搭档 更在之前被杨青所败的方众之上 天池宗的诸多法术 在他手头信手拈来 都颇有几分火候 看到这里 林峰就已经明白了 刀玉婷才是天池宗 此次参加荒海法会 筑基期的王牌 不仅仅要抢到前八名的名额 还肩负着冲击更高名次的重任 这个人也确实是有不俗的实力 至少据林峰观察 除了自家玄门天宗门下弟子之外 能稳稳胜过此女的 也就十少前一人 别的人对上刀玉婷都不容乐观 果然 日月剑宗这次又悲剧了 本来他们的双剑合璧之术 令一众参加比试的修士 谈虎色变 但谁也没有想到呀 筑基期的两队日月剑宗修士 全部在十六进八的比赛中折戟沉沙 当刀玉婷从藏龙湖中出来时 天池宗阵营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其他人看向白衣少女的目光 也充满赞叹 任谁都可以看出 这一战天池宗能够胜出 刀玉婷至少要占七成功劳 有好事者私下流传 已经将刀玉婷同之前的月红颜 并列为绝代双疏 两人都是战胜日月剑宗的剑吕 作为自己的成名之战 都是天赋出众 都是不到二十之灵 就修成筑基后期单顶境界 同时也都是难得一见的美女 一个红颜如火 一个白衣似血 林峰看着这一幕 不禁摇头失笑 这可真是二八月里 该闹春的都闹春了 发情时节来到了 岳红颜对此却不在意 小姑娘这时全部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新一轮抽签上了 刀玉婷的战斗结束 筑基期级别十六进八的比试 也宣告结束 八强全部产生 汪林 杨清 月红颜 大秦皇朝皇室的石少前 天池宗的刀玉婷 霍家的霍琛 北戎的扎木则罗 再加上一名紫霄道青年弟子 便组成了这一次的八强阵容 而到了这时 所有人看向玄门天宗的目光全都变了 三人参赛 三人全部晋级八强 八个席位 玄门天宗独占三血 风头可是一时无两啊 虽然有汪林杨清第一轮轮空的关系 但如此触目惊心的战果也让所有人都见识到了玄门天宗的强势 这也让众人更加期待新一轮八强对战的抽签结果 林峰门下众人 注意力也都放到了常乐道尊身前抽签用的铜瓶上 常乐道尊摇动铜瓶 首先从里面抽出了两个鸣签 头一个就是刚刚声名去起的刀玉婷 而他的对手也很有意思 北戎王亭的武道修士扎木则罗 天池宗跟北戎王亭正好是一对宿敌 曹伟和北戎左贤王对视一眼 林峰可以很清楚看见他们视线撞击在一起产生的火花 常乐道尊苦笑一声不理会他们 接着抽出下一个鸣签 看了一眼后缓缓念叨 第三轮比试第二场 玄门天宗月红颜 对阵玄门天宗杨青 此言一出 会场顿时微微起了一阵骚动 所有人都议论纷纷 更有甚者用幸灾乐祸的目光打亮着玄门天宗众人 让你们疯狂 让你们嚣张 这下受制裁了吧 八强席位中 玄门天宗一家独占三席 如此强势霸道的表现实在是让很多人压力山大 林峰这边众人则是齐齐露出苦笑 尤其以杨青为罪 脸色苦得像生吞了黄连一样 小不点转头望向林峰 小声说 师父 这该不会是有人故意坑我们吧 林峰也有些无奈 摇了摇头 哎 不 这次纯属我们自己运气问题 要说抽签中的暗箱操作一类的黑幕 受前世影响 林峰比他们还有心理阴影 所以虽然明知道大秦皇朝不至于如此下作 但林峰还是下意识的留心观察 长乐道尊和石宗月等人 毕竟这一次筑基其修士的比试 玄门天宗之前的表现太强势了 完全是一副吃干抹净 连汤都不给别人留的架势 分分钟都有把荒海法会 变成自家宗门内部比试的意思 不过事实证明 或许一些元英旗老祖和金丹旗长老 会有别的想法 但石宗月等一众元神大佬 好歹还是有度量的 月红颜和杨青被抽到一起 那纯粹是巧合 八强中 玄门天宗占了三喜 你相互之间抽到一起的概率 其实算算也并不低啊 也并不是所有人都不高兴 至少北戎王庭和天池宗两家 就在一起GAME FIVE 哇 这真是最好不过的抽签了 扎木泽罗盯着刀玉婷 双目之中凶光闪动 刀玉婷一袭白衣 长发披散在肩头 神色冷漠 接触到扎木泽罗 充满侵略性的目光 他一对冰雪般的毛子里 也涌起一股战意 石少前被紧接着抽出来 他的对手是那名紫霄道修士 两人都神色淡然 但石少前的情绪明显更轻松一些 他的对手则战意强烈 紫霄道众人也都在谈官相庆 之前第二轮的时候 石少前就是淘汰了紫霄道修士进的八强 现在一众紫霄道修士 显然认为自己报仇的机会来了 前三组鄙视的人全部选定 最后一组也就不用再抽签了 结果已经出来了 汪林低下头 嘴角露出一丝冰冷的笑意 八进寺最后一场 玄门天宗汪林对阵霄氏家族霍琛 霍琛充满杀意的目光 这时也向汪林望了过来 两人同时喃喃低语 确实是最好不过的抽签了 一众元神大佬这边 北戎左贤王和天池宗主曹伟也已经杠上了 曹伟别说我欺负你 这场比赛我压一块北极寒铁 你可敢跟我赌啊 北戎左贤王第一时间开火 目标直指曹伟 曹伟冷淡地说道 我怕你输了赖账 你想自取其辱 我成全你就是 你输了 我也不要你的北极寒天 我要你北戎王亭的血流苏 你可敢赌啊 你很有信心啊 左贤王目光一宁 既然如此 我要你天池宗的冷华幽静 旁边的诸葛光倒吸一口凉气 左贤王 你这一下子要的可够狠的呀 左贤王大笑一声 哈哈哈哈 他的风铃冰露都已经梳干净了 我可不耐烦等他十年慢慢地攒给我 赌了 曹伟文言 目光更冷 事先在林峰和左贤王之间转来转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 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366章 冰华焚炎之术 躺枪的林峰瞅了左贤王一眼 心中暗道 你这家伙 看着五大三粗 其实阴狠的厉害呀 故意在草委伤口上撒盐 扩大我和他之间的矛盾 不管是雪流苏 还是冷华幽静 都是不可多得的宝物 双方这一次压的赌注 分量十足 已经超过之前林峰与日药建尊之间的赌注了 从价值上来说 真是不亚于林峰从曹伟手上迎来的那一百地风铃兵录啊 刀玉婷和扎木则罗一起进了藏龙湖 双方很快开始对决 两人堪称是棋防对手 一时间打得难解难分 湖外观战众人 心神渐渐沉浸在战斗之中 不过 美女与野兽之间的战斗 大家在心理倾向上 肯定是更多的支持美女啊 尤其是一种青年修士 注意力大多都在刀玉婷身上 林峰回头瞅了一眼自己几名弟子 无尽的唏嘘 唉 我家的这几个小子 怎么好像都还没有开窍啊 唉 不过仔细想想啊 好像也都有其原因 小不点就不提了 说的刻薄一点 奶还没断呢 她现在绝大多数兴趣和时间 都放在吃这个神圣而又伟大的事业上了 汪林则是一心苦修 除了修炼还是修炼 几个师兄弟给她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分不出心神去考虑个人的私人问题 杨青则是心有所属 还惦记着她那个生死未卜的师妹呢 最正常也是最有闲工夫的 是注意 偏偏看似温和有理 其实心里面最是高傲 一般的女子还真入不了她的法眼 与林风摇摇头 哎 几个臭小子 按理说 泡妞这种事情 不应该还要我替你们操心吧 啊 杨青现不说 其他三个 以你们的版型 难道不应该是 妞哭着喊着扑向你们 打都打不走吗 而且还不能只是一个两个 而是一群两群才对呀 林峰一边心中富匪 一边关注藏龙湖中的战局 此刻局势突然开始发生变化 刀屿亭体内开始不停散发出 这个白雾状的寒气 而这些寒气一落在扎木则罗身上 就化作了熊熊大火 扎木则罗是最标准的北戎武道修士 肉身力量极为强悍 一身法力千锤百炼 都用来强化自身的肉身了 连刀屿亭之前放出的冰盐 他都不怎么害怕 直接凭血肉之躯硬扛 但现在被这些寒气沾到身上 燃起熊熊大火 不管扎木则罗怎么努力都无法扑灭 坚毅的脸上更浮现出浓浓的痛苦之色 这一幕出现 湖外众人全都惊讶不已 有识货的人顿时惊叫起来 这不是天池宗的冰华凡炎之术吗 冰华凡炎术 可那是天池宗原英七老祖 才能修成的超强法术 天池宗镇宗之宝 难度之高 连金丹七修士都参悟不了 他一个铸鸡七修士 竟然修成了 天才 绝对的天才 千代难逢的天才 整个会场为之哗然 连一众元神强者们 脸色都凝重起来 刀玉婷此时的实力 对于他们来说 仍然是与蝼蚁无异 但他表现出来的这份潜力 绝对值得所有人重视 北戎左贤王 更是脸色铁青 瞪着曹伟 算你运气好 曹伟冷然一审 根本不予理会 藏龙湖中 平时就算千刀万剐 眉头也不会皱一下的 扎木泽罗 此刻已经痛苦不堪 甚至疼得叫出了声 刀玉婷这边毫不停留 面色冷然的补了一击 直接将扎木泽罗击倒 藏龙湖禁止自动反应 替扎木泽罗挡下了这一招 但扎木泽罗提表的大火 仍然不停燃烧 出了藏龙湖 作贤王大手一挥 才将火焰熄灭 此刻的扎木泽罗 已经奄奄一息了 诸易看着这一幕 微微醋眉 师父 这冰华焚炎之术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临风缓缓说道 哦 他放出来的那白雾状的寒气 接触到对方的法力后 就会转化为火焰燃烧 焚毁对方的法力 以对方法力作为燃料 北戎王庭的武道修士 都是用自身法力 不断强化气血肉身 法力全都散入自身 四肢百骸血肉筋骨中 一接触到那冰雾 就等于引火焚身呢 火焰以其法力为燃料 所以怎么扑都扑不灭 这招冰华焚炎之术 几乎可以说是修炼肉身 武道神通修士的一大克星 是天池宗对付北戎王庭的 利器之一啊 这个法术 在天池宗之所以地位崇高 跟他可以克制北戎武道修士 有直接关系 杨清低声说 总也有弱点缺陷的吧 王林想了想说 修炼难度高算一个 刚才那些人说了 一般只有原因境界修士 才能练成这个法术 然后我仔细看了下 那冰雾飘散的速度其实很慢 有防备的情况下很好躲开 小不点也跟着说道 那北龙大汉之所以中招 很大原因是因为 他没料到对方会这冰华焚炎之术 一直在谋求近身搏杀 结果正好撞到了对方的法术上 如果一早他知道 刀玉亭会使用冰华焚炎之术 那北龙大汉虽然仍会拉近距离 但一定会提高警惕 武道修士肉身移动速度非常的快 有防备的情况下 依旧是能够躲开的 杨清尝出了一口气 那还有办法对付 朱毅点点头 既然是原应期修士才能修成 修炼难度是一方面 想了也极为耗费法力的 一击不中 很难再有第二次机会的 小不点突然笑道 武师兄 你先别惦记那个小姐姐了 先想想怎么和四师姐打吧 杨清文言顿时苦了脸 一副快要哭出来的表情 小不点拍拍他的肩膀 武师兄 你该不会想要直接弃拳 保送四师姐金四强吧 他本意不过是开开玩笑 谁知道杨清居然很认真地 思考了一下 然后缓缓点头 现丑不如藏拙 这是一个好主意 听了杨清的回答 小不点顿时哑然 半赏之后才回过神来 没好气地拍了他后背一下 哪有没有比就认输的道理 又不是真正的敌人 杨清郁闷地说道 同门之间交手 明知道会输 还比个什么劲啊 林峰淡淡看了他一眼 没有实际比过 谁知道究竟谁胜谁负 哪怕知道自己实力不够 也不应该退缩 至少要有一战的勇气 何况就算失败 也能从中得到收获啊 是弟子想差了 请师父原谅 杨清深吸一口气 向着月红颜一拱手 师姐 请多指教 月红颜一笑 请 杨清和月红颜 并肩走向藏龙湖 然后就听小不点 突然在身后喊道 哎 五师兄 好好打 实在打不过的话 再认输好了 你这家伙 杨清差点一头摔在地上 回头指着小不点 说不出话来 小不点耸耸肩膀 一脸的理所当然 朱毅等人都摇头失笑 严格说来 小不点倒确实没有说错 杨清与月红颜之间 又没什么仇怨 同门师兄弟关系 都还很不错 真要不是对手 也用不着跟死磕到底 进了藏龙湖 月红颜便笑道 五师弟 做好准备 我来了 话音未落 他身形一闪 便已经冲杀到杨清面前 黑雁战绩 托起一六尾雁 流星一般 向着杨清当头砸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 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367章 同事操歌 虽然是同门教计斗法 但月红颜没有丝毫手下留情的意思 气势凶悍 直接抢功 杨清对于这位飘悍的师姐 多少也有所了解 知道 他的风格便是 中攻直取 掀下手为强 以以往无前的气势 压着对手打 而且以他直来直去的性格 也不要指望他会放弃主动权 先让杨清放手攻击 等杨清进展所长之后才予以反击 会那样感 也不是他月红颜了 所以杨清从一开始就已经做好了防守反击的打算 而这也正是他最擅长的 闪动七彩光辉的太阴真水自他周身浮现迎向月红颜砸来的大吉 万物由心太阴咒 不仅仅针对法术 对付武道神通也同样有用 在太阴真水接触到月红颜的黑焰战戟时 便开始模拟月红颜的法力 下一个瞬间 月红颜顿时感到自己操控黑焰战戟 不再得心应手 自身力量出现了紊乱 他知道这是杨清的法术在作怪 可是却始终分辨不出究竟哪些力量属于他本人 而哪些法力又是杨清派进来的奸细呢 所有法力感觉都是一模一样 就算他操纵自身法力抱团 但仍会受到杨清的影响 原本力劈山河的攻击 此刻变得轻飘飘的 再也没有之前的力量和气势 被杨清瓦解于无形 月红颜对于武道和力量的精微操纵 在临风门下可以算作顶尖 但仍然会被杨清钻到空子 让他心中已暗暗赞叹 武师弟平时不声不响 但他这守法术着实难对付 月红颜一对细剑式的赤眉陡然竖了起来 双眸中隐隐有火光闪动 他猛然握紧大吉 全身诡异霸道的红光开始闪烁 刚风惊天 无数煞气涌动 已经催发自身的无剑钢煞 黑焰战戟在半空中划过一道弧线 裹挟着无剑钢煞 以更加凶猛的力量向着杨清轰了过来 杨清这边再次使用万物由心太阴咒 可是这一次却发现 自己仍然可以模拟月红颜自身法力 但却无法模拟月红颜操控的无剑钢煞 这个发现让杨清微微心慌 他定了定神 心中有所明悟 不能模拟四大神风这个级别的力量吗 这样看来 七大真火和六大真水也无法模拟呢 杨清想到 杨清脑子里面想着问题 身体向后飘飞 躲过月红颜的这一下攻击 万物由心太阴咒 抵挡不住月红颜的无剑钢煞 他就失去了闻手反击的余地 而这一下避退 顿时就让月红颜原本稍稍中断的攻击势头 再次涨了起来 一波又一波的攻击朝水一样攻向杨清 打得他晕头转向 临风门下 战斗经验最丰富的 可以说就是月红颜了 对上经验最薄弱的杨清 如果让月红颜占据了主动 杨清基本上就没得打了 师父说的对 失败中果然也是可以学到东西的 或许是因为对手是同门师姐 所以即使行将落败 杨清此时心态仍然平稳 甚至还在积极思考对策 比变化 比应变 我肯定不是师姐对手 就算想要拖延下去都不可能 师姐不会给我这个机会 只能拼一次 师姐不回避挑战 我正面跟她硬碰 她肯定也会正面回击我 虽然也没有多少取胜的机会 但也强过这样 全无还手之力地败北强 想到这里 杨清鼓起勇气 周身法力涌动 调动起自己所能掌控的 全部太阴真水 以太阴山红咒的法宝爆发出来 绝地反击 正面攻向月红颜 果然月红颜一笑 不错 有几分难而骨气 她不闪不闭 黑焰战机高高举起 融合了无剑钢煞之后 化为耀眼的红光烈焰风暴 半步不退的迎击杨清的最后一击 轰鸣声中 两人被同时震得向后飞出 这一击的结果 两人平分秋色 师姐修为高深 小弟认输了 杨清微微一笑 他已经尽了全力 却也只能跟月红颜 拼个平手 但月红颜的实力 却还远远没有见底呢 再往下继续死缠烂打 那就是不知好歹了 真要说起来 月红颜虽然打法霸气绝伦 但对上自家师弟 到底还是没有下杀手 否则上来就用虚空破灭神枪 杨清就要抓瞎了 这一战 杨清已经尽己所能 没有丝毫遗憾 湖外观战的一众元神大佬们 也都是点点头 杨清确实是尽力了 玄门天宗的弟子一个个都不同凡响 那要不是碰上自家师姐 杨清还是有很大的希望 可以晋级下一轮的 朱一叹了口气 哎 五师弟可惜了 若他也是朱一叹后气的修为 至少能把四师妹的虚空破灭神枪逼出来 胜负还未可知 小不点儿抱怨道 这个鬼抽签可真糟糕 不抽上我们自己人 随便对方是谁 五师兄都稳定四强的 王林轻轻摇头 不见得 那个石少前不简单 朱击七八强中的其他人 不管是已经结束战斗的刀玉亭 扎木则罗 还是还没有开始鄙视的石少前等人 看着杨清的目光都比较凝重 除了石少前相对轻松以外 其他人扪心自问 把自己放到岳红颜的位置上 会是个怎样的结果呢 李治思考之后 所有人都不敢继续深想下去了 他们现在都在庆幸 抽签将岳红颜和杨清抽到了一起 若是玄门天宗的三人 分别对阵其他三个势力出身的修士 会不会出现无比恐怖的一幕 汪林三人全部晋级四强呢 四强之中 玄门天宗如果占取三血 那可就真的把大家一起参加的法会 变成玄门天宗的内部交流切磋了 各大宗门的元英老祖和金丹长老们 则都面色凝重地望向林峰 那是玄门天宗的缔造者 那个神情淡然的紫衣男子一手创建了这个 已经开始出路争容的强大宗门 在岳红颜和杨清出了藏龙湖后 便轮到石少前和那名紫霄道修士进入其中 紫霄道一众门人都希望这次可以一雪前耻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让他们失望了 仍然是石少前胜出 昂首挺进四强 不过这次石少前也被逼出了真功夫 大秦皇朝皇族的最顶尖道法 名为五帝真龙秘书 修炼到极致 演化五行光龙大地之躯 五行流转 真龙显盛 威临整个大千世界 石少前在之前的比试中 一直都只使用赤龙帝书的道法 这次却被迫翻了自己的底牌 原来他除了赤龙帝书外 还修炼了黄龙帝书 同时身兼两大道法 并且都修炼有成 以他的年纪来说 天资可以说是极高了 林峰看了也不停点头 大秦皇朝的皇室 少年一辈果然也是人才辈出啊 石少前表现出众 林峰便见到安良王石宗月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看来这石少前是出身安良王一脉 第三场比试结束之后 便轮到八强赛的最后一场 霍氏家族阵营中霍尘面无表情地走了出来 冷冷地看了汪林一眼 然后直接飞身进了藏龙湖 汪林同样一脸冷然 一言不发走入场中 跃入藏龙湖 林峰斜眼瞅了瞅修罗道尊霍修一眼 却发现霍修似乎对于眼前的鄙视漠不关心 注意力更多集中在一旁的北风海中 藏龙湖内霍尘冷冷看着汪林 看了之前的比试 我必须承认 你们玄门天宗的人的确很强 你的两个师弟师妹都很强 但问题又来了 他们都在不到二十岁的年纪就有了如此修为 可是你呢 你今年实际年龄多大了 三十还是四十 这么多年的修炼 你修为还比不上两个不到二十岁的师弟妹 霍尘长刀 坑然出鞘 来吧 让我看看你这些年 是不是都活到狗身上去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368章 听说你来自地狱 霍尘周身上下 杀气爆发 射人心魄 藏龙湖内 霍尘脚下的青草绿地 草木在瞬间枯萎 被霍尘的凌冽杀意 磨灭了生命的气息 他手中长刀斜指汪林 刀以杀气将汪林锁定 然后就见空气中有数刀黑色刀器 向着汪林急速飞射 这些黑色刀器所过之处 都带来一种杀戮死亡的气息 充满了不祥 汪林面对攻向自己的刀器 神色平静 周身法力流转 突然进入皇权灭境的状态 这是汪林之前在法会上 从来没有展示过的力量 此刻真至皇权灭境的他 整个人仿佛来自地府的闫罗明军 周身弥漫漆黑如墨的寂灭死气 霍尘的杀戮刀器 一碰着汪林身边法力气静 顿时如泥牛入海一般 瞬间消失不见 连一个浪花都翻不起来 寂灭之力 霍尘神色猛然一变 如果说他是从尸山血海中杀出来 经历了杀戮的地狱重回人间 那此刻的汪林 根本就是地狱的主人 听说你来自地狱 汪林冷冷看着他 眸光幽暗的犹如酒幽深渊 阴风怒嚎 霍尘到底是经历生死血战的修士 心性意志远比一般铸鸡漆修士 要强大得多 现在的他 更多是在法力修为上不够 从心性意志方面来说 几乎已经堪破生死之难 有了杰丹的潜力 开战前 以言语讥讽汪林 更多也只是一种心理战术 现在汪林实力远超想象 霍尘也没有失去战意和勇气 力笑声中挥刀前行 修罗杀法 修罗阴雷 杀杀杀 霍尘周身杀意凛然的刀气 在这一刻化为充满雷电风暴的阴云 翻滚着扑向汪林 汪林冷然一指 诸天黄泉指 轮回 轮回一指点出 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种物象出现在汪林身前 按八卦方位排列组成一个光环 霍尘的修罗阴雷落在光环中 光环一圈又一圈不停转动 如同生死轮回的黄泉之河 在吞没修罗阴雷后 又将他们反向释放出来 攻向霍尘本人 只是这些阴雷 又与之前霍尘释放时大不相同 融入了汪林自身法力 压抑狂暴之中 更多了一股寂灭之力 霍尘的法力意境 是杀戮和死亡 而汪林的法力意境 是更在他之上的毁灭和虚无 人的死亡与天地寂灭之间的差距 门后声中 霍尘直接被打得飞了出去 他摔落在地面上 刚要翻身爬起 突然一股巨大的恐怖感笼罩心头 仿佛世界末日万物凋零一样的绝望 以他身体为中心 一个一丈方圆的黑色空间 突然凭空出现大量漆黑如墨的死灵之气 远方 汪林右手食指向前点出 轻声道 诸天皇全旨 击灭 击灭一旨之下 万物灰飞烟灭 归于击灭 不复存在 不是将对方杀死 而是直接将对手的存在 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抹除 霍尘这一刻是真正感受到了死亡的危险 这种感觉非常深刻 生死关头 所有法力都被他调动起来 他面容扭曲 眼中光芒闪动着愤怒 杀戮 血腥 疯狂 等诸多情绪 想不到 你竟然练成了这么恐怖的法术 若你已经立起灵台 紧急助击中起 这一招之下我必死无疑 霍尘立笑一声 但现在 你杀不了我 全身黑色刀器 猛然回收 组成了一个犹如固体的圆球 将霍尘整个人包裹起来 黑球形成的同时 周围的空间都变得扭曲起来 如同以黑球为中心 向内塌陷 强大的吸力 竟然在让汪林寂灭一指形成的死气空间发生动摇 大量死气被吸向黑球 黑球上密布着肉眼清晰可见的无数紫色电蛇 交错窜行 充满了毁灭般的力量 修罗灭绝大雷暴杀法 随着霍尘梦一般的低语 黑球四块十万的急速向外膨胀 仿佛海潮一样咆哮的黑暗雷霆 强行炸开了汪林寂灭一指创造的死气空间 并且不停地向外扩张 藏龙湖外 一众观战的修士看得心池神窑 筑机器修士却全都面色凝重 霍氏家族的修士历经血战杀法 果然厉害 实力超群啊 连金丹妻修士都心中凛然 霍尘展现出来的实力 已经可以威胁到绝大多数金丹初期的修士了 北戎王庭一封 那金丹妻修为的大汉都昆 对着他身旁伤势未遇 神情萎靡的扎木泽罗说 你虽然也战胜了一个霍家子弟 但如果遇上这霍尘 你败夺圣少 扎木泽罗脸色苍白的点点头 他之前嘲讽霍家 确实显得有些梦浪了 藏龙湖内 霍尘凭借密法释放出来的滔滔黑暗雷霆 咆哮着冲破了汪林的死气空间 死 他怒吼一声 便要驱动雷霆灭杀汪林 但却突然发现 自己修罗灭绝大雷暴杀法的法力 突然间全部消失不见了 空间之中 只有一条颜色黑黄的道路远远延伸出去 遥遥没有尽头 霍尘茫然望向四周 视野所及之处 一片黑暗 他向下方望去 就见自己 正踏在那条黑黄的小路上 他的脑海中一阵阵迷茫 无数幅影像 像走马灯一样 在眼前不停闪动 有些画面 霍尘可以认出来 那是他自己昔日经历过的事情 有些画面上展示的影像 霍尘认不出来 搜遍记忆也没有印象 但却总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仿佛自己亲身经历过一样 迷茫之中 自那黑黄道路的泥土中 突然伸出无数白森森的手爪 要将他整个人都拖入地面 霍尘拼命想要反抗 但却如置身梦魇之中 挣扎软弱无力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 被拖入地面 突然眼前场景一变 汪林那张冰冷的面孔 出现在他面前 不等霍尘反应过来 就见汪林周身漆黑如墨的死寂之力 突然凝结成一个 无比巨大的手掌 五指张开 冲着他重重一掌扇了过来 就在这时 一声闷响 如鸡败阁 霍尘整个人 被汪林的法力巨手 直接扇飞出去 空中花样转体七百二十度 团伸三周半之后 像块破布一样摔在了地上 这还是藏龙湖禁止自行发动 保护了一下他的结果 否则霍尘绝对会被汪林这一巴掌 打成海天黄豆酱啊 藏龙湖外众人都震撼地看着这一幕 他们亲眼目睹了 汪林在寂灭一指失败后 若无其事地 很快又补上了黄泉路的法术 自始至终 将占据的主动权 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从一开始 霍尘就没有丝毫机会 被汪林吃了死死的 他的反击 连给汪林带来阻碍都做不到 反而只是让汪林的胜利变得更加震撼 更加精彩 大秦皇朝一方的人群中 石少前轻轻眯起了眼睛 财助济出气 田池宗阵营中 方仲恨恨地说 学门天宗这次又过关了 我趁那个废物 连个铸鸡初期的人都打不过 他货架也不过如此了 有平时跟他不睦的同门沈笑道 你还不是败在一个铸鸡中期的人手上 方仲勃然大怒 你 高玉婷这时突然少有的开口了 安静 此言一出 田池宗其他铸鸡其修士 果然都安静下来 方仲回头瞪了那同门一眼 没有说话 对方也不再说什么 他其实也就是趁机打击一下方仲 所有人都知道 铸鸡后期和铸鸡中期之间 在法力上的差距 要小于铸鸡中期和铸鸡初期 契海之上立灵台 法力更加凝练 修士实力会有不小的提升 而灵台之上宁力丹顶 更多的是为结丹做准备 修为实力上的提升 其实比较有限 看着汪林一脸平静的从藏龙湖里出来 大秦安良王石松月和长乐道尊 悄无声息的交换了一个眼神 两位元神强者的目光中 情绪都比较复杂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69章 他们的根本系出同源 王林此时的实力 自然还引不起他们的重视 让他们在意的是 玄门天宗坐下众弟子 修习道法的成果竟然各不相同 而且个个都展示出了 令人赞叹的潜力 目前已经出手的三名驻基器弟子 王林 杨青和岳红颜 每个人的特点都不相同 虽然可以看出 他们都是修习同一门道法 大的方向上脉络清晰 有迹可循 确实是师出同门 没错 但往昔了说 这差别就实在太大了 王林是参悟生死寂灭之理 岳红颜紧紧筑基其修为 就触摸到空间奥妙的一丝边缘 杨青则是领悟万物化生的道理庙地 三个人虽然都是修习八卦诸天大道藏 但所走的方向完全不同 就仿佛一棵大树上 就仿佛一棵大树上完全彼此独立的三个支叉一样 可偏偏他们的根本系出同源 传门之中 暗叹啊 常乐道尊暗叹一声 视线望向云淡风轻的林峰 能够创造出如此顶尖的道爵法门 这位玄门之主又是怎样的人物呢 石宗月同样目光看向林峰 神色少有的凝重 玄门天宗之崛起果然有其道理 却非偶然给予造就 不仅仅是石宗月和常乐道尊 其他几位元神强者 以及他们麾下的元英金丹长老们 都或明或暗 目光复杂的观察着林峰 和他身后玄门天宗众人 常言道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平时传言再说的天花乱坠 大多数人也都是不信的 只不过今天自己亲眼目睹后 所有人都发现 玄门天宗这群人 只会比传言中更加凶残 林峰查看了一下 自己系统中显示的个人声望和宗门声望 发现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这让他心中甚感安慰 自己这次带着弟子出门高调出寨 为的就是提升声望 汪林回来之后 林峰微微一笑 干得不错 还需师父多多指证 汪林冰冷的面容上露出一抹笑容 重新恢复了暖意 林峰指点了他几句法术中需要改良的地方 汪林认真听着 不断点头 指点过了汪林法术 林峰突然心中一动 望向远方的地平线 在那里有一股独特的气息 正在靠近北风海 对于林峰来说 这道气息本身不算多么强大 充其量也就是金丹后期的水平 但气息非常独特 那是一种学富武车满腹经轮 仰望天地静苍生 屁鬼神的才华横溢之气 这样的气息出现在一个修真者身上 实在是非常少见 林峰心中微动 眼角一斜 就见常乐道尊吕须微笑 向着石宗月说 来了 石宗月微微点头 未免太晚了 常乐道尊呵呵笑道 你多半是睡过头了 不过总算还来得及 石宗月摇头叹息一声 就是这个习惯不好 其他几位原神强者 自然也都已经发现来人的存在 都在心中嘖嘖称奇 见了石宗月和常乐道尊的反应 林峰几人心中更加奇怪 很显然呢 石宗月和常乐道尊 不仅认识来者 还对此人非常熟悉 而且听他们话里的意思 这来人也是要参加荒海法会的 但问题在于 连几位原神强者都如期到场 此人却偏偏迟到 这架子可真不是一般的大呀 林峰等人倒不至于跟一个金丹后期修士较真 但作为地主的石宗月等人 毫无疑问是因此大大失礼 难免脸上无光 可是看石宗月 常乐道尊和赌道尊三人的意思 不仅没有发怒 反而对这个迟道人士 颇有偏袒维护之意 这就让人不得不对这个迟来者刮目相看了 其他人也或早或晚发现了此人 不过顶上的原神大佬们都没有发话 他们自然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是私下里的议论显然是少不了的 林峰师徒几个人相互之间对视一眼 都想起了之前石星云过来打招呼时 曾经提到过 够资格当朱易和小不点对手的人 有一个在当时尚未到场 现在看来那就便是此人了 朱易神色平静 轻轻眯着眼睛看向远处 地平线上已经露出一个人影 正一步一步向着北风海这边走来 对方看起来动作是很悠闲啊 虽然是迟到了 但仍然不紧不慢 一步一步往前躲着 此人速度四慢十快 看起来安不当车不急不徐 但其实从他脚下到北风海湖畔的距离 正在飞速缩短 眨眼功夫便已经来到众人跟前 但看他的动作神情 仍然是一派从容安然 没有丝毫急躁慌张 最让朱易留心的是 此人头顶隐隐有一道气柱直通九天消汗之上 气柱内不是什么法力灵气 竟然隐隐约约浮现出许多文字 仔细看去就可以发现 这些文字组成了一篇华美的文章 大秦皇朝新科状元吗 朱易微微一笑 不错 很不错 到了近处 人们仔细观察此人模样 就见他二三十岁模样 一袭翡色长衫 外照一件青衣 头戴冠金 做书生打扮 举手投足 见书卷气十足 他的长相并不如何俊美 不显得很阳刚 但也不偏阴柔 只是挺清爽的 令人观之可亲 青年书生到了北风海湖畔 向着众人团团一衣 和声说道 在下焦俊臣 见过各位前辈和道兄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 但是语气很坦然 之前他人睡 不曾想睡过了头 以至于来迟 这里向大家道歉 此人的态度是如此坦然 反而让想指责他的人 找不出话来 几位元神强者站在这里 焦俊臣想编瞎话 那是不可能的 诚如他自己所言 他是真的睡过头了 但这个颇为无厘头的理由 实在是让人有些哭笑不得呀 既然睡过头 那就索性别来了 有人差点脱口而出 可是仔细看焦俊臣 那副淡然自若的模样 就知道 这话真说出来 焦俊臣多半也不会在意 甚至还有可能当真不参加法会 直接回去 接着睡他的回笼觉呢 当然了 石宗月等大秦皇朝的元神大佬们 是肯定不会允许他这么做的 从他们此时流露出来的袒护态度 除非林峰 蓝亭道尊等人追究 否则 事情只会是不了了之 其他元神强者们 自然不会跟焦俊臣一般见识 反倒全都饶有兴趣的 打量这个谱比他们还大的 这个金丹器修饰 别人看不出 他们几个确实都可以看出来 这个青年书生 无比贴近自然 举手投足金 竟然有种近乎于道的感觉 常乐道尊干咳了一声 咳咳 君臣站到队伍里面去 接下来是主机器的四强抽签 焦俊臣笑着点点头 向大秦皇朝的阵营方向走去 石兴云站在队伍前头 笑着摇头 你是够了 其实还差一点 焦俊臣说着打了个哈欠 本来是挺貌似的举动 但他做出来 却不让人觉得失礼 石兴云目光望向 玄门天宗众人所在的方向 笑着说道 那边就是玄门天宗的阵营 里面村子设长跑的 那个年轻人 就是朱毅 玄门之主的二弟子 同时也是大洲皇朝 玄机侯朱鸿武 和太虚冠上上人 到门天下行踪 孟兵云孟仙子的儿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 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百七十章 文人相亲 焦俊臣文言眼睛一亮 目光之中的困意消失不见 我去打个招呼 石兴云笑道 去吧 之前我跟他们提起你时 朱毅还说过 就算比试不了倒数 还能跟你交流一下学问 那还要看他肚子里 有几点墨水呢 焦俊臣哈哈笑着 转身向朱毅走去 察觉到了焦俊臣的动作 林峰转头看向朱毅 就见朱毅的视线 也正盯着焦俊臣 来到众人面前 焦俊臣首先向林峰 行了一礼 晚辈焦俊臣 见过玄门之主 林峰点了点头 没说话 焦俊臣这时直起身子 看向朱毅 好奇地打量他半赏之后 问道 你也是读书人 读书人这个概念 说来笼统 但对于朱毅和焦俊臣来说 显然是一个很明确的概念 朱毅看着他点了点头 我错 谁知焦俊臣脸上露出很遗憾的神情 哎呀 你还不行呢 我还是跟你比试倒数吧 跟你交流学问 没多大意思 一旁的林峰听了这话 差点没笑出来 好嘛 这对于朱毅来说 可是红果果的嘲讽啊 果然 朱毅听了这话 双眉微微一宣 也不说话 似笑非笑地看着焦俊臣 焦俊臣坦然地同朱毅对视着 很认真地说 你有今日的修为 是和其他修士一样 潜心苦修得来的 你天赋惊人 直至今日 也不过二十出头的年纪 在修道意图上来说 天赋很高 高得离谱 但你的学问却不行 真正的读书人 就是读书 存神 养气 明误天地大道理 而非竖法小道 虽然不修道法 但却和修士一样 通晓天地治理 焦俊臣扫了注意一眼 真正做学问的人 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十年寒窗 一朝悟道 平日里不修道法 一旦开始吞吐天地灵气 便立刻跨入圆云众生 一辈子苦求也达不到的境界 善谷圣贤 从不修道 只是读书做学问 一朝心血来潮 直接一颗金丹推入府 招闻道 稀有所悟 招结金丹 目睹雷解 一个日夜 成就远鹰 他看着注意不停摇头 哎呀 你是个才华横溢的修士 但不是个做学问的读书人 跟你较量法术 我有兴趣 较量学问 却没有 朱毅静静听他说完后 淡淡问道 哦 氧气存神明理 后机薄发 也不能说是歪理 只是不知阁下 坐到了哪个地步 石星云这时 也到了面前 闻言笑道 焦道兄在去年参加我大行科考前 没有一点练习修为 但在秋为结束之后 闻运才气冲天 一招之间达到了金丹后期 焦俊臣遗憾地叹了口气 哎 预备鲁顿 跟上古圣贤是没法比的 他倒是语气诚恳 确实是发自真心的感到遗憾 不带丝毫炫耀的意思 但这个场合下说出来 怎么听都觉得非常装逼 哟哟哟哟 这可真是文人相亲啊 林峰看着自家弟子 同焦俊臣针锋相对 不由得失笑摇头 目光落在焦俊臣身上 原来是上古儒门一道的传人 本座员还以为 这只道统已经断绝了呢 石星云目光中闪过一丝亚异 而焦俊臣则整了整衣冠 神色端正 又冲着临风攻身一礼 玄门之主慧眼如炬 晚辈正是儒门传人 上古儒门 朱翊目光微微一闪 向林峰看了过来 林峰点点头 嗯 上古有大儒 自三岁开始启蒙读书 平日里没接触过丝毫道法 自身也没有任何法力 就只是一门心思 专心钻研学问 此老授想百灵 于凡人来说可称高寿 但在他一百零三岁时 于一雷雨添读书 忽然心有所感 百年文化才气 荣于一炉 直接连破十二重楼 开辟气海 紧接着筑起灵台 宁丽丹顶 林峰说到这里 也有些赞叹 他当初自系统中看到这一则译文时 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那位大儒早晨宁丽丹顶 一时三刻便结成金丹 上午渐微长生 中午支柱通天 傍晚圆满无漏 到了当天深夜 雷雨尚未结束 此老直接引动雷劫降临 并安然度过 就此结成原因 后来 这位大儒继续潜心修行 将自身学问 与天地大道融会贯通 开创一门全新的道法 并以此 最终成就原神大道 逍遥天外 他留下的道统 便是上古儒门 是神州浩土修道界 一段永恒的传说 不过据林峰所知 上古儒门在很早以前 就已经湮灭了 原因很简单 想要积攒文器得道 后继勃发 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能以此法入道 那都必须是 镇骨朔金的文人大豪啊 领一时文坛之风向的 普通文豪都很难做到 更别说什么天才神童了 必须要开文坛之新气象 名垂千古的这种大文豪 才能达到那种程度 说白了 这也是一种修道法门 说是一朝悟到 其实之前几十年寒窗苦读 那都是在打根机做准备呢 而且还是一种修炼难度颇高的法门 绝大多数以此法修行的人 读一辈子书 到最后也就是个普通文人 林峰这时看向焦俊臣 心道 如此说来 不管是从修真者的角度来看 还是从读书人的角度来看 这小子都他妈是天才啊 此时的焦俊臣 实际年龄也就三十来岁 这样的年纪达到金丹后期的境界 在整个神州浩土人族修真界的历史上 那都是凤毛麟角啊 放到当下的大秦皇朝来看 也可能就那个挖了小不点 至尊灵台的重统者石天意 比他更快了 诸义听了林峰的介绍 立刻就明白了上古儒门的根底 望向焦俊臣的目光中 多了几分玩味 淡淡说 这位焦道兄 似乎不仅以自己为文人正统 更将你上古儒门的道法 作为整个修道界的正统了 不按你上古儒门的路子走 便做不得学问 学问便是不好的 这便是你的道理 诸义活动了一下自己的手指 平静说道 你是大秦皇朝去碎的状元郎 我现在一戒白丁 我要跟你琢磨交流学问 你就算答应了 心里只怕也不痛快 心里不痛快 心不静 做学问只有两个结果 要么是鱼姬在胸口 什么文丝都没有 写出来的文章狗屁不通 要么就是这股气发泄出来 文章反而酣畅淋漓 气吞山河 焦俊臣有些讶异地看了主意一眼 点点头 嗯 能说出这番道理 我倒是要对你刮目相看 你是懂些学问的 诸义轻笑一声 你要是反而被我激发了财思 我只会高兴 怕就怕你胸中塞草 闻思全无 不过不要紧 我今年就会返回天津城 参加大洲皇朝的科举 等我考完了试 我们再好好地切磋一下学问 到时候可以看看 你我究竟谁的学问道理更明白 焦俊臣看了朱义一眼笑道 嘿 哦 那很好啊 朱义看着他接着说 学问可以以后在别次的法会上 咱们先较量一下道法神通 抽签抽不到一起不要紧 只要你愿意 咱俩可以私下切磋一下 朱义女气平静 有句话 你我读书人共勉 闻圣人有言 三人行必有我诗 当年圣贤在老年 也曾向小孩问道 我们做学问的 知道的越多 不知的就越多 读书人养成唯我独尊的脾性 比独夫更要不得 焦俊臣定睛盯了朱义 看了两久 半晌之后 脸上露出笑容 现在我也突然希望 能跟朱道兄在法会上 抽到同一组了 朱义文言一笑 却不再说话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 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